好 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當立法會有議員 不論是建制還是非建制 罵政府的時候 他們的本質是甚麼 就是政府能做事還是不能做事 做不得事 就是罵你不行 沒用 行政情罪錯 沒想得仔細 疏忽 罵政府就是你不行 本質就是政府不行 好 如果你罵他 啟德體育園 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做事 你應該自己立起來做 邏輯上 我不知道你有甚麼 為甚麼你又說做不得事 又要你自己做 你敢不做得事 你應該做完所有事 這個邏輯在立法會是經常出現的 不是這樣的話 政府做不得事 應該是叫別人做嗎 那就是 我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 我經常說 當你罵政府 有些人說 政府這麼廢的 你就罵政府廢的 你的目標是甚麼 就是不要再給他做了 找一些聰明的人管理 找另一個人做 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說啟德體育園 政府有沒有搞錯 你敢不做得事 你應該做完他 其實這句話是沒有意義的 立法會今天就說了這個沒有意義的事 當然他們還說不到我這麼直接 他們就說啟德體育園 政府現在就想著招標 招標就是設計建造連營運 即是全包餐 就說入選四強 即算落選那三位 都有六千萬 最高的 即是叫做佔底費 雖然政府就叫做Bit Incentive 即是投標的誘因 甚麼是投標的誘因呢 就是你如果拿了一億出來 做標書 為甚麼要一億 你會問 又要做動畫 又要做模型 又要請顧問 而且那些顧問還要為財務顧問 設計顧問 建築顧問 工程顧問 城市規劃顧問 體育發展的顧問 你想想放甚麼活動 這些人全部都要錢 隨時一億 好了 我當你一億 政府說最高六千萬 他不是給你六千萬 他給你五千萬 他只是給你一半 所以我不明白 他們隨時放過很惹的標書 都拿你這麼多張 不是啊 不是人人拿六千萬 不是獎金 如果真的拿兩千萬 讓你入到四強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這麼厲害 可以拿兩千萬做標書 兩千萬你最多拿到多少 就是一千萬 通常這些標書 如果政府覺得你這條數 誇大了 誇大了 或者覺得有猶疑 左減右減 通常公司為了快點拿錢會怎樣 算了 你沒有計算過這條數 我自己騙了 我自己騙了 就是計算大數 就是計算大數 你可以查到的 目的是這樣 令到你全世界多人入標 整件事是想這樣 好了 現在 貨幣說 為甚麼要找人入標 為甚麼要全球找最厲害的人 去做這件事 你特區政府和我做完 這個體育體育員 但你明明說他做都不行 你明明說我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很苦惱 我聽不明白 那我解決辦法 現在想怎樣 我覺得用解釋新文學 去釐清這些議員的思緒混亂 我就不會這麼瘋 很簡單 其實只有幾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 整個招標 你起和營運都是招標的 有幾個例子 就是這樣 先說 起源 政府就營運 其中有很多公園 以致政府大球場 都用這個方法 政府大球場 甚至乎會展 都是打算這樣做出來的 幾件事 話說現在在金鐘的香港公園 在一個招標設計比賽中 得獎者就決定做 誰知道 得獎者的設計太漂亮了 然後審完之後 出了街 政府說 沒有一個部門說 我不懂得管理 如果你建一個這麼漂亮的公園 我們不會搞的 最後要怎樣 最後要將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轉做 一個很可惡的設計 那時候 民政總署市政局那些 最正路的設計 現在你看到香港公園 你覺不覺得 很漂亮 好像新加坡花園城市的公園 你不覺得 別人的設計很漂亮 又例如 會展 新翼 突出來的 外面有個海濱走廊 你留意一下那些石 不是紅灰磚 不是紅灰磚的 用料很漂亮的 你知不知道 整個這麼漂亮的會展新翼 趕著回歸 1997年 不要管那麼多 先起床 結果 7月1日之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有政府部門應頭 你懂得管購物 他說紅灰磚我懂得使用 不是紅灰磚我不會使用 紅灰磚如果是紅灰磚 有沒有什麼分別 政府部門說 我不懂購物 現在那些麻石地 的那種粒粒粒的 那些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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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沒有人請清潔 最後不知被冤枉了哪個部門 都是靠過去 最後都是康民署 所以你說起源 叫政府管理 你才想像一下 蔡馬不如馬會搞 很難想像 馬會說我不做了 拜拜 那些草皮就被大球場 你想想 大球場的草仔會怎麼搞 政府怎麼營運那一頭主席 太長龍了 頭豬站太長龍很嚴重 開跑你還沒買到 你就罵了 你只想像一下 大球場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草地到今天都是 人們覺得去大球場 很多時候不是來踢球 例如蟻張摔角 所以說不通 你起源之後叫政府營運就行不行 好了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政府起 然後好像你說的 找外面的 公司營運 有一個例子的 叫做郵輪碼頭 現在的商場好像變成死成 什麼樣子 閉嘴罵到你趴在那 就說你怎麼追得到 政府肯和你起 政府肯和你起 那些東西你覺得會怎樣 就是適合政府的規格 適合政府規格的東西 就是不會提供商業社會 那你政府就站起來 大概這樣起 這樣起就應該人人都適合的了 但這個世界不會是這樣的 到那個營辦商來 你給這樣的東西我營運 我唯有這樣營運 是不是 所以兩個方案都是不行的 你起源叫政府營運 或者政府起源叫人營運 都不是最得心應手的 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叫人家起 人家營運埋是最好的呢 舉個例子 譬如你不知為何找到一個日本的營運商 他可以有信心 搞到香港格子園 好像Touch那樣 可以造就香港的達也和也 那你起那個啟哲體育園 是不是要起一個彭球場 你要設計一個彭球場 怎樣營運 是不是開天幕 諸如此類 是不是 如果你說不是我們搞啟哲體育成 我覺得香港很多人打Ice Hockey 真的 是的 現在我現在要搞一個Ice Hockey場 那就另外一個玩法 或者英國公司來說 我要將溫布頓亞洲版放在香港 那你就可能要起二十多三十個彭球場 就是網球場 是不是 所以你不同的營辦商他耍加什麼運動的項目 他就給你一個標書 然後政府找到一些專家就看 我們主力想搞什麼 即是啟哲體育成到底這個重點目標是什麼 你搞足球也可以的 譬如巴西華來搞 甚把足球 你說我們搞深巴足球體育成 那這樣行不行呢 整件事就是你建設計和營運是應該一條龍的 如果不是你怎麼會起到一些適合引營運的東西呢 即是每個人最熟的東西 當然是建設計和最熟的東西 對 好了 還有 為何要給這六千萬最高 所謂Bit Incentive 投標有引呢 就是因為 全世界如果肯 肯得下一個成億的Proposal 成億是Proposal 所以他本身的規模都應該要這樣打 那間公司當然是大到無倫的了 今時今日在這個地球上 有哪個國家的公司 我不管多少錢 我都要拿到你為止 恐慌都只有一個 難道是中國 就是中國了 你看看 快地蝕不要緊的 我們看長線 所以你香港的地產商都不夠我們投地投得厲害 近年都很多香港的土地 我們蝕得起 就是內地的營運商買的 我們蝕得起 蝕得起沒問題 蝕又蝕得起 蝕又蝕得起 就是大陸了 就是想起 就一定是大陸了 所以你的結論就是 啟德體育成 如果你沒有這六千萬最高的賤底費 最後就是蝕得起 大陸 可能四間都是大陸 我們搞個水立方 水立方 搞完水立方 再搞個鳥巢 我們把鳥巢叫做水巢 那個水立方叫鳥立方 生仔是大鄉王的 為甚麼 太烈企德搞 唉 失失碎 那六千萬我給你也無所謂 我們這個普通數嗎 五億 如果其他那些 德國 法國 歐洲那些很窮 現在有很多建築師 如果你不給六千萬 你不給六千萬 他就不來 那你就不來 那你就於是坐藥富強 別人有名字叫強國 是不是 所以這六千萬 我們專櫃的議員 不論你是建制派也好 非建制派也好 為了香港整體的利益 其實你也是應該贊成 你給他 首先 你難道想政府 起源給人家營運 好像油輪碼頭那樣嗎 不想 你想找人家 起源政府營運 說不通 好了 你說不給六千萬的 所謂佔底費 或者Big Incentive 最後 全部都是很大機會 最搭水的那些 就是內地的發展商 我請多的才來投標 他請多的 到時他都不聽你說 我要講起就講起 起源我更加不合心水 你講得對 是不是想這樣 所以專櫃的議員們 有一個器官在這裏 這裏 叫國佬 用一下他好不好